张月不作伪证 他三次被诬陷遭到流放 有一次还差点被判了死刑 可他始终没有屈服过 他可是真厉害 还有更厉害的呢 武则天有两个宠臣 一个叫张昌宗 另一个叫张一芝 他们这两个人权力大得不得了 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得敬他们三分 和采仙未云中 就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有一天 武则天想提拔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七 许多大臣都迎候武则天 召成烂 好啊好啊 听说张昌七很能干呢 是啊是啊 我看他一定能干好 他太年轻不懂事 担不起这副重任 哦 哎 既然宰相认为不妥 这事暂且割下吧 这个魏元忠竟敢坏我们的事 张昌宗 我们无论如何得除掉他 可是哥哥 他是当朝的宰相啊 哼 宰相算什么 我们有办法治他 走 我们去见皇上 臣拜见皇上 啊 二位大人 你们有事 皇上 宰相魏元忠在外面到处说 您老了 不如跟随太子靠得住 哦 魏元忠真是胆大包天了 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 我要亲自审问 哼 另外 你们二人倒是要当面作证 啊 哎 老兄 你得赶快想个办法 啊 我们去找个证人 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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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了你好半天呐 嗯 二位大人 什么事啊 我们需要你帮个忙 明天皇上要审问魏元忠 哦 呃 你去给我们当个证人 呃 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哎 你需要知道什么 到时候我要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好了 哎 哎 哎 我可怎么办呢 魏元忠 你可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皇上 臣 不知道 有人 听见你诽谤朝廷 皇上 臣 绝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哼 魏元忠 你还敢嘴硬 张昌 就亲耳听到过你说 诽谤朝廷的话 嗯 嗯 魏元忠是冤枉的 可是二张的势力太大 我们得罪不给啊 一个人的名誉最可贵 千万不要为了保全自己去复合奸臣 陷害好人 呐 张昌 魏元忠都说了些什么话 张昌 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人吗 啊 魏公你网座宰相了 竟说出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 张悦 你快作诈 皇上 您看 在您面前 他还敢这样威胁我 可见他在宫外 是怎样作威作福了 现在我说实话 我确实没听见过 魏元冲说过反对朝廷的话 只是张昌宗 逼我做伪证罢了 皇上 张悦也是魏元冲的同谋 魏元冲看来是冤枉的 不过我得给张昌宗留个面子 张悦 你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后来 武则天没有抓到魏元冲谋反的证据 但还是撤了魏元冲的职务 又把张悦流放乱 公元705年 武则天病重 他的职二五三司 和张昌宗张义直勾结起来 把持朝政 你还记得 敌人节推荐给武则天的那个人才 张俭之吗 他做了宰相 是他和一些朝中大臣 趁武则天病重 夺取了继位军军权 杀死了二张 重新迎接唐忠宗复位 哦 不久 那个显荷一时的女皇帝武则天病死了 军之人